大家好 大家好 你不是長生環Chris 不是長生環Chris 也是出擊Chris 我們今天的環境都不同了 這裡是長生環的分店 我想應該都說得掛 我們公司的Head Office會在尖沙咀 Chris就會在尖沙咀 所以他將來是將來的尖沙咀Chris 下個星期也不用用 下個星期會再開玩笑 我仍然是中環Thomas 中環鋪Thomas 開始之前我先介紹一下公司的背景 公司簡介 我們一開始 我們策劫物業有限公司 2007年成立 直到2015年 正式策劫日本不動產 然後去到2016年 我們就中環分店 我在中環分店 然後就 長生環 我們Head Office在葵聰 不過接下來會搬去尖沙咀 是的 是的 我的地點都不錯 然後Chris 你又會去尖沙咀 然後我們其他的分店 譬如海外 我們買日本樓 當然在東京和大阪 有我們的分店 Depore和Office 是的 是的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神烏 神烏 稍後再講下去 我按錯了一個按鈕 先講一些日本資訊 4至6月的GDP 預計增長1.3% 這個簡直是正增長 就是數據 反映比預期更好 之前可能是估計的 1%也不夠 現在得出的結果 好像比去年也有正增長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個疫情 又經常看新聞 看到日本那邊的疫情 都比較嚴峻 所以都對經濟 可能之前有些負面的看法 但是出了來 好像我們香港那樣 都反映 可能接下來第三季 應該會更好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市到 都已經零售 飲食 都有很大幅的增長 好 這個什麼航空 這個春秋航空 真的這樣靜疫 春秋航空 春秋航空 正在研究 在中日之間 再開一條新的航線 都是看好接下來 疫情之後 國際旅客的需求 快速增長 好像上個星期 我們都有一個 PowerPoint的飛機 知識 又是說什麼 駱駱陶 這個 這個 駱駱陶 連駱駱陶 連駱駱陶 下圖 CEO總裁 表示 將會在疫情之後 需求會快速恢復 我想它又會 陸續續加回航空 或者重新 機隊 人員 都會重新 即是看好疫情之後 旅遊業 一個航空 還有一個酒店 通常旅遊 都是想這幾項 好 接著 另一則新聞 日本現有的公寓成交 連續14個月上漲 連續14個月上漲 疫情也不止14個月 差不多兩年了 你現在這樣說也是 這一段新聞就是說 今年的7月 成交 價格 14個月上漲 不如不要說新聞 說回我們這兩 疫情到現在 我們做日本樓的前 我自己看到去年真的不錯 今年也不錯 但今年我那邊的單數多 但金額 購買的銀碼 沒有去年那麼大 但那個數量多 即是開始 整體來說 反應整體來說 那個盡客人都會回市 但是那個 只不過金額 可能鏡著鏡著 剛剛復蘇 剛剛復蘇 對 變成出手 可能 看定些 先 不用爬著 但有些很進取的 現在就會去找一些 民宿的物業 不過等一下會不會講到這一段 是 好 這個就是日本放寬的 入境人數上限 由現在那個 再增加到 再增加到 1500個名額 其實這個都是對它 始終 你不能說 關掉了 關 關 關 那些 就不讓人入 始終可能有些 緊急商務 各方面 除了日本公民之外 都需要去日本辦事 講到7月 訪入 遊客 大珍 正正因為 7月就有 東京奧運 比起 今年年初 是 大幅上升了 上升了 5萬以上 已經 都是因為奧運的緣故 對 很明顯 因為奧運 他要讓一些旅客入 好 神戶 今天主題 神戶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我想起神戶 我之後 事實上 不是只有神戶 我有沒有記錯 是不是很久以前 試過有一次神戶 地震 很久以前 1980多年的事 是1980多年的事 可能你還沒出生 差不多四五十年 我剛剛出生 我記得很年輕 小時候 差不多四五十年前的事 我記得以前 讀書的時候 認識過有一個 我不是在日本讀書 我認識過有一個日本人 他就是 在神戶 他也說回 那時候 地震之後 那些人 就是怎樣怎樣 都是上世紀的事 也是 上世紀的事 也是正正因為 當時 經歷過地震 那時候的意識 或者建物 結構 都會有些修改 神戶 神戶 就是最重要的工業港口之一 神戶 也是一個旅遊的地方 很多旅客 或者外國人都比較喜歡移居 在這個地方 其實很多時候 我認識的客人 或者我本身 去大阪 其實都會玩 京都 神戶 京阪神玩完 京阪神玩完 都會去得到 亦都在關西機場 有一個直航船 是直接到神戶 神戶港 很方便 都熟 怪不得你 日本 留了一段時間 我講不到 好 好 很出名的摩天蘭 是神戶的地標物件 神戶港 為何他指在大廈上 是否應該在圓圈上 還有那邊的 林海樂園 Sopping Mall 都是比較出名的 多人去 順便去摩摩 這個 是不是又是 China Town 那些 都類似中華街 他們叫唐人街 中華街 夜景 我都覺得很吸引 可以比美 咸館夜景 當然沒有我們香港的夜景 那麼出名 是 但都號稱日本三大夜景 黃金夜景 我都覺得挺漂亮 他有沒有去過 去過 我真是慚愧 又講夜景 就是神戶摩爺山夜景 有沒有讀錯 沒有 有沒有讀錯 是的 都可以見到齊名 和鹹館 那些夜景 都是 好稱三大夜景 五個港口 見到 好了 神戶人口 在日本 正令市 嘩 什麼是正令市 嘩 你真是考慮我 其實正令市 有兩個意思 有一個就是 叫做 城市指定都市 另一個就是 你剛才這樣說 簡獨政令市 其實政令市 就是 首先要有一個條件 要有 人口要有 五十萬人口以上 還有 其實是說政府 就給更多地方的自治權力 是給他們的 譬如好像 日本來講 我們經常說 有其他市 都聽過 雜訪市 仙台市 千葉市 包括現在這個神戶市 其實這些都是在 正令市裏面的系列 那 就 給你問完我了 正令市 現在 譬如神戶 在正令市裏面 它就是排第七 都僅似神外村願浩 川喜市 福光市 都是貼著最好 最活躍的市 好 下一頁 我們看看 他現在的 對 神戶小字 剛才這樣 有些都連接 剛才所說 神戶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工業港口 當然會有很多出入口 所以 因爲這樣 都比較多外國人 就住在神戶 現在他們兩個統計 大概都 五萬 不同國家的人口 都住在神戶市 都包含了 韓國 中國 美國 越南等 這些國家 朝鮮都有 我最關注的 最喜歡朝鮮 神戶最完善的 就是海洛空的交通網絡 因為本身也有個機場 不過是內陸為主 是 本身有個機場 但是 剛才他說 有直航船到關西香港 其實交通 不是外界 即 他那個直航船 是否好像 人們去澳門 一落機 香港機場 有船在澳門 類似 因為關西香港直接搭 都是一個小時 船程左右 可以去神戶市中心 我喜歡搭船 我喜歡搭船 好 那六路 神戶三公車站 就是比較一個 我會說一個比較 一個 集中一點的線 有JR線 施鐵 這些線都會在這個站 20分鐘到大阪 都是很快 連著經版神 都是僅僅雙購 他們的關係 近到這樣 難怪有時候 有些校要看神戶 我們大阪的同事都 意話不說 行行行行行 幫你過去看 可能坊間 沒有那麼多行家 推神戶 其實神戶 都是一個挺好的城市 是啊 其實我還未做過神戶 有些同事都做神戶 但我自己就 神戶機場的旅客目標 他就由 他有個統計說 他由2011年 去到2015年 這段時間期間 他都 維持有三百 由2011年開始有三百七十幾萬 去到2015年都 捉住四百萬人 他的目標就是 希望去到細博 現在不再講奧運 因為奧運就過了 過了 不再講什麼 2020奧運叫人買樓 那些 現在就講細博 2025大阪的細博 目標就是 希望 他將那個人口 因為細博 再推進那個機場 那個人口 即使用機場的人口 希望神戶機場 有些國際航班 可以 帶動到 整個神戶的發展 如果神戶機場 再加上大阪 大阪又經常說 那個機場要 旅客人數幾多 其實這兩條數 會帶動到 最理想 關西版 關西那邊 最想居住的 神戶都是頭三 都排到第三 每天經常看到 經常都寫 大阪人最愛 然後呢 他的排名 比大阪比較出名的 藍波 或者天王寺 都是比他 在當地人比較喜歡 神戶的房地產的形勢 神戶市 在連續這八年 都一直上升 Krit想問 神戶市 這一邊 全部都是神戶市的地區 地區 哪個區 商業地的變動 其實最主要買 都是買中央區為主 八年就八年 有輕易上升 你見到中央區 當然 你見到那個上升 沒有大阪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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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始終大阪 都比較 都海外人士 注目 之前 都是 賭場 熱門地點 或者是 細博 都有關係 認識大阪 或者是自己去 第一站 已經是大阪煤田 大阪 南波 可能海外的投資者 都大阪做了首要 首要 但其實就是 正正 因為 神戶 都有點落後 但其實 潛力 都在 我覺得 都可以 擺部分 擺部分的 預算下去 投資 你這樣說有點像福光 當年 我記得我來做的時候 福光 那些客人都不太看好 或者太想福光 但是你看到五年之後 起碼我看到我的客人說去福光 很多都說已經有去過 所以 好 講遠了少少 這個 這個 櫃就是 國保交通 很穩定的想像 這些 神無屎的地價 好像 你早兩天 心電圖 心電圖 是 前幾天 去了醫院 做了body check 所以看到很多這些圖 好像心電圖 平均就可以了 平均的 好 這個圖就是 又紅色又 這個都像心電圖 有幾條線 這個就是講 安倍經濟學之後的八年 其實 繞了兩條線 紅色就是住宅 藍色就是商業 安倍經濟學之後的八年 其實上升了2.6% 雖然這兩年多 有那個疫情 它的住宅 因為疫情 拖低了0.3% 商業拖低了1.8% 其實影響 影響很輕微 如果對住宅來說 你見那條線都是很平穩的 只不過那個商業地之前升得多 剛剛疫情的原因 可能有個下跌 那個比率很高一點 但其實都是整體來說 都是向上 都是健康的 都是少少微調 好像我一樣 出發言 有個報告出來 這個超級心電圖 我們用一個總結就是 總結就是 維持運命的增長 把人增長 把人增長 對 神戶就是新港再開發的一個規劃 很多時候我們介紹每一個地方 去到尾 我們都會講一下 政府對那個地方有些新的規劃 神戶都一樣 有些新的大廈 這裏會建一個新的大廈 正正反映了現代建築的 日本的建築技術已經再提升 才可以建到這麼多大廈 不就是以前那些 可能十層以下的那些 不知道商用只是住宅 不過不要緊 近海見到一棟新的文業 整體都是一個新的景象 新的物業 其實這個圖是在講大廈的新的 助推伐 還有一些項目 這個是Museum 一個新的Museum 新的項目 這些就是那些經常叫什麼圖 這些經常叫什麼圖 不是幻想 是遇上圖 樂成遇上圖 對 遇上圖 看到都是比較思想的 有些新的地標 神戶三宮一個中心的地方 都是幻想圖 不過那些景色都是這樣的 因為是中心為之 那些 這些購物 都是提供附近的 帶動了一些飲食 那這次主題來了 又拍到我們的同事 真的在大阪 不是真的 真的在大阪 神戶 不是 在大阪上去神戶 好 那我們可以去片 看看 有些主力介紹的單位 給我們嚇人 我們來到身後 我這個就是神戶塔 continuing 輪的 謝謝 很 Ship 在大阪 心 一旦 vida 一旦海濱公園 一旦海濱公園 這個神戶海濱公園 算是神戶最舒服的 一旦海濱公園 假日也有很多 小朋友可以來這裡玩 而對面就是一個大型的商場 有摩天輪 也有很多商店 食肆等等 我們稍後也會過去參觀一下 普天的時候 這裡也會有很多大人小孩 會在這裡放假 玩一下 休息一下 而這一間就是神戶最高級的酒店 Oriental酒店 遠處就是一個地震公園 地震紀念公園 它是1995年神戶大地震的時候 起城的 它是1995年神戶大地震 可視聴到地震 能夠可以看嗎 這個震靈 是有很多人的震革 你會不會想到嗎 我會想到這什麼震靈 這一個震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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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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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適合一家大小來這裏 放假的時候來這裏吃東西玩 其實都是很方便的 然後前面這個白色的建築物就是Koran 就是日本的Home Center 它基本上都可以買 盆栽、日常用品、傢俬 甚至裡面都有Daiso 100日圓店 是很方便的 應有盡有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我們一直走 其實都是沿著海邊走的 所以沿途風景也是很漂亮 尤其是如果天理好的時候就更加漂亮 我們來到這個商場 這個商場基本上都是很多食物 很多各式各樣的店 而對面就是一個大型的商場 比較有大家熟悉的牌子 例如Sera Giu Gab H&M Unical 玩具版本城等等 全部都有 而村角的商場 而村角的商場就是JR的神戶站 所以這裡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是 食市也是非常多的選擇 這套總共留高三層 三層有各式各樣的食店 可以給大家選擇 現在一起帶大家進去參觀一下 我宿舖就是神母的大丸 大丸 大丸 還有 還有 還有園堤的商店街 對 還有 請大家帶大家進去看看 有些什麼 從這裡走到園堤的車站 只需要一分鐘的時間 事不宜遲 儘管帶大家參觀一下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昨天入門公道 在大阪店的Tagia 今天很高興來到神戶 為大家介紹一個 位於園堤的物件 園堤站 算是神戶數一數二 最大的一個車站 這裏 去到大阪市 南坡市 都只需要五十分鐘的車程 這個園堤站 除了JR之外 還有一個 叫板塵寶寺 我們搭這個板塵電車 就可以直接去到南坡站 交通算是非常方便的 而這個車站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文件 只需要四分鐘的路程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而我深刻 亦可以為大家介紹一下車站 附近的建築物 深刻一個好像教堂的 就是一個警察 的一個交班 算是一個日本的警署 那後面呢 也有各式各樣的商店 食肆 餐廳 是非常方便的地方 而在這裏 走一分鐘的路程 就可以去到 一個比較出名的商場大院 和一個叫做 神戶的圓丁商店街 也是一個神戶的 比較熱門的觀光點 好 那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帶大家參觀一下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文件 而車站外面已經有這個便利店 也有 蟲屋 拉麵店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文件 就是另一邊東口的出口來的 從這裏走過去呢 就是四分鐘的路程 非常之快 很大 原來也有很多的食肆 便利店 商店等等 就從這邊下去 出去 我們看來 這個東西 我們看來 看看 我們要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以讓大家看看 剛才我們沿路經過的球場 當然就是學校 去做健身的地方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物點就是這裡了 我們很快就走到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物點 我們現在在後面 這裡總共流行十層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物點就是位於白樓的802號室 這裡為建於1990年的1月 也是一個SRC 在日本來說算是最高級別的建築物料 是鐵骨鐵根運營口建造的 我們進去這裏 再來一次 現在為大家介紹這個 這裡是白樓已經很濕 一入門口就有個鞋櫃 然後這邊就是浴室 連廁所 然後這邊就是浴室 這裏是浴室的 舖子 這裏是浴室的 舖子 現在是浴室的 這裏是浴室的 現在是浴室的 火堡 有个衣柜了 suf少了 首先 我爱你 你先去一包 我来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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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配了煮食爐和儲物 麻雀雙小五種俱全 好了 說這麼快就已經到了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物件 是為了我身後的這一棟 這個建築物總共十層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單位 是位於法樓的802號室 事不宜遲 立刻帶大家進去看看 這個物件都是由奧古奧 都是用鎖匙才可以開的 這個物件都是用鎖匙 就是用鎖匙或電視器等等 所以保安來說是不需要擔心的 好了,我們說這麼快就走到位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物件 在後面 這裡總共留到10層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物件 就位於法樓的法令二號室 這裡建於1990年的一月 也是一個SRC 在日本來說算是最高級別的建築物料 是鐵骨、鐵根、圍形頭營建造的 那麼,進去這裡 好了,我們這麼快就已經到了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物件 就是為了我身旁的這一部 一、二、三、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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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建築物呢 通陶螺高10層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單位 就位於法樓的法令二號室 那麼,事不宜遲 立即帶大家進去看看 多吃個好害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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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個要用鎖匙才可以開的 那它都有電視等等 變成保安來說是不用擔心的 現在為大家介紹這裏 化名二號室 一入門口有鞋櫃 這裏是浴室 連廁所 這裏就是浴室 這裏就是浴室 一入門口有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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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анный口有鞋櫃 一入門口有鞋櫃 好,大家參觀這六點呢? 那我們就再帶大家去參觀第二個文典吧 好了,現在帶大家去到第二個車站位於 這個單位呢,因為原地的下一站 現在呢,因為在家會第一介紹的行程 就為了這個車站武行四分的路程就可以看到 也都可以在原地去到的 但是原地就要約約10-100分鐘左右 也算太遠了 現在就馬上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然後這個單位呢,因為有座客入住 所以就讓大家參觀了 那我們去沿堂一下走 看它車站附近有些什麼 還有大廈的外觀給大家參觀一下 那我們事不宜遲了 放棄一下 其實還是有座客入住 也行 要這幾乎? 我們去追趁機 還是進去山口 其實沿著前面一直走就是剛才的圓丁車站 大約走五六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 而我們的物件就是這邊 上一條斜路就已經到的了 是非常之近車站的 這條路就很明顯 大約五分鐘 好呀 好呀 那邊走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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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這個角落頭轉個彎就會見到的了 就是這棟橙色的建築物了 這個建築物也是Lions Mansion的集團 識建築物 而正門就是在我們左邊轉彎進去就可以見到的了 三分鐘左右就可以走到這裏正門的入口了 那我們就到了位於花會車站四分鐘的Lions Mansion神戶花圍了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物件就位於二樓的 這裏Total樓高七層 就建於1987年的11月 建造方面就是鐵根運營土造 Total就有38戶 屬於是one room的形式 裡面專有面積就是18.76平方米 由於裡面有租客住的關係 我們就今天參觀不到裡面了 而這裏也是用autolock 形式進入的 也是需要用到鎖匙 還有也有閉路電視的 這裡見到 所以保安來說也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不應該要面積都是外面民營 na 由於是1987年建築 建築移成的關係 所以它也是屬於一個叫做新來鎮的建築來的 再給大家看多一次它的外景先 今天為大家介紹到這裡,下次有機會再帶大家看其他物件,Bye Bye 剛才謝謝Taki Taki 和我們介紹了兩個很不錯的單位 第一個價錢是八百萬日圓,在這個位置中央區位置是很超值的 一個高層單位,八樓單位,向西南,路台向西南 各部屋,注意各部屋,入罩,遙望都相當不錯 裡面亦都有些,譬如主石爐那些已經更換了 下面的保安是有的,挺好的 以這個面積來說有二百多呎,加上陽台接近二百五十呎 還要是SR 事件,還要是九零年,這個價錢來講是相當值得入手的 還要是吉塞,將來都比較,可能你的租金可以自己訂 以及你可以看到裡面的硬件上的性能去到哪裡 因為有時年租約有個不好處,不知道裡面的設備用成怎樣 我間中有些客人買了之後,可能最近出現一些設備上的要更換 或者要維修,可能都未必是這麼喜歡這個位置 如果買到吉塞,可以掌握到裡面的設備去到哪裡 其實對業主來說都相當一個很高的保障 因為我們經常說買日本樓,年租約就是現在的條件 即現在的存在的條件 即你的現狀怎樣都要接受 最近始終有些客人要更換的時候 可能原本想買收租,突然間有些費用要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些不開心的 我前陣子就說差遠一點 我前陣子就說去年有一個客人 不是去年,差不多兩年前,疫情之前 他就親身去東京,買了一個店 其實是一戶件,樓上樓下都是店做飲食 我們東京同事帶他去,開門進去看吉塞 然後買回來 剛剛早前有租客進去用 租客裝修 一直開始發現有一些漏水的情況 要做一些防水工程 幸好幾樣東西 第一,親眼去看過 第二樣東西,他都明白這個客人 因為我們有跟他說過 很多時候真的要用那間屋 才知道有什麼真的壞 或者出現 尤其是一間屋這麼大 像剛才Chris說的 這些屋子,這些屋子 你進去是開水喉試吃 你看了沒有東西 如果你進去看過沒有東西 基本上都真的沒有東西 除了電器那些 所以就要知道 因為始終我們不是買新樓 這個吉塞就是你的好處 另外,剛才Target看的第二間 我這個有租客 真的進去看不到 也真的要明白 如果買回來 房子有東西壞 業主要付錢維修 但很多客人都明白 因為我們都說得很清楚 當然現在沒有有關問題 租客沒有說有關問題 便宜一點 650萬,年租約 樓齡比你剛才那些老 1987年 面積差不多 200多尺的樓台 30尺左右 但有一件事 我比較喜歡你剛才那個 你那個是8樓 我這個是2樓 就變成在採缸 或者我比較喜歡開陽 差一點 這個就是2樓 但因為它有租約 如果你買回來 打算直接收租 這個也好 即是直接收租 這個也有些租客資料 租客很少 都比較少 這次業主披露了租客少少的資料 有一個我不說什麼性別 都是一個比較年輕的租客 就由1、2年租到現在 所以有… 都很穩定 是的 很穩定 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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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買收租 這些物件也可以考慮 管理費和收租金都不是很高 正常的 減了實質回顧有7厘 其實7厘 東京大阪其實真的沒有了 福岡都很紛 其實都很紛 現在就不紛 真的其實都紛 所以神戶比較有潛力 低水我只是覺得 而且這個位置很好 兩個車站可以用到 都行2至3分鐘 純粹以收租角度來說 地點和已經連租約 其實是不錯的 這些物業 對 今天講到… 喂 大家有什麼問題 忘記錯了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發問 或者直接問回我們 大列人民的同事 同事 對 好 我們接下來在哪裡做直播 會不會拍到新辦公室 大家留意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拜拜